鐵皮工廠上一整片 它的能板正在運作發電 綠能產業前景看好 能源公司卯足全力開發重電 但一張前董事亂開的支票 卻害得他們營運都要出狀況 他口中的前董事就是他呂先生 禮職有交接但不確實 而且還開出了這張90萬的公司票 只有人到銀行對領 行員卻發現公司票只蓋了私人樁 而且銀行帳戶存款不足 因此支票被退回 更慘的是依據通報流程 這間公司遭到票據交換所 寄了一筆黑記錄 那因此我們公司目前後面的貸款 甚至我們公司都已經對保對完了 現在導致無法撥款的一個狀況產生 公司新年度藍圖不只在國內 重重重而且海外市場也有規劃 但因為一張支票跳票 銀行5000萬貸款全部卡住 他們找上了前董事 要他踹共 提告侵佔 前董事親簽聲明 坦承當時帶走了100張的支票 他願意承擔一切的法律責任 從農田到都市大樓 能源公司要註銷這筆黑記錄 現在唯一一條路只能打官司 告前董事侵佔 等到法律判決才能還他們清白 只是慢慢地訴訟長路 這段期間公司營運 恐怕只能先咬牙苦撐 記者楊子健壽自仰跳不動 得到不止 各校正都死了